怎么样了 能修好吗 修复好了 接着老板 你给我一百块钱就行了 啊 你修复好 你就看他一眼一挂会要一百块钱 那我刚才那还忙着你给我过来 你忙着你是不是没修好 什么时候都 对啊 你这个就主板坏了 你找我这换到我就行了 哈哈哈 不要跟我玩了 是不是我慢点的 行 走走 去把新来的财物喊过来 哎 好 不是 一百块钱就别再财物了吧 快点 哎 好好好 一百块钱 我就看一眼给什么钱啊 那你刚才是不是也看了一眼 看没看 嗯 我没看 我都都没看 老板他看了两眼 你看 关键是你能发现问题的本质 对不对 你看一眼你就觉得他漂亮好看 对不对 给一百就行了 不是 闹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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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给人一百块钱 我得多看着你 哎 不行不行不行 那那是另外的价格 马经理啊 你这有点虚啊 啊 虚 你能帮我看看 什么情况 哎停 当然就可以了 那个一百块钱 不是我一眼都没看给什么钱 别人是不是可以发现问题了 对吧 对对对 有点虚 是虚实吧 我虚 试一下 试一下 那个 你让你再帮我拔吧 我自己拥腰子一下 哦 这好嘴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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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让你 你快走吧 他真的很嘴 快 小冬 啊 干嘛呢 老板 我今天睡沙发 睡沙发干嘛呀 来 我上香一下 嗯 香 但是老板 我今天有点累了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小冬你什么意思 我就是有点累了 是 是我的原因吗 没有 反正我先出去了啊 小冬 小冬 老板 你干嘛呀 哎呀 我一个人在屋里睡觉害怕 你陪陪我嘛 老板 我又不会半夜跑出去 你不用出来看着我的 不是我想跟你一起看电视 我想跟你说说话 老板 我就想一个人静一静 静一静 不是 小冬 你现在是不是嫌我烦了 你要嫌我烦 你就跟我直说行吧 哎呀老板 你听我说我真没有 那我 你一起玩 今天太晚了 要不你回房间吧 明天再说好吗 你先回去吧 小冬你给我等着 哼 小冬 我切病 不知道我回来吃的吗 嗯 嗯 走了 爸 嗯 小冬我问你 我平时补个胎就80块钱 对不对 对对 今天补个什么胎过 320块钱 钱会花哪呢 我妈可坐在这了 你要敢撒谎试试 嗯 那之前补一个钉子是80对吧 没错 那今天不是四个钉子吗 那320也没错呀 妈你快听听啊 这个人 他撒谎都不在打讨稿的 啊 我什么时候听说过 补胎还得论钉子算的 先不能给啊 说我们不能给 老板你怎么这样 那人车都给你修好了 你不给钱吗 这也不给 别意味着不止理 这事我听明白了啊 小冬这就是你的部队了 你怎么老是跟女人谈话 站在女人队里面呢 队里面我没有阿姨 什么没有啊 你真的 我都听明白了 你这不是我优质的争吵啊 我 你这点就学你书 你书都曾经说过 但女人就得顺着 但女人就得宠着 我妈说的对 我爸说的也对 不是阿姨 你没听明白 她这是 我听明白了啊 你这次补胎80对吧 你这次扎了四个钉子 你这轮胎不能要了 你从一花心的跟鸟切 啊 啊 行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你买什么明白 姑娘啊 就比如你昨小的鞋子坏了 你从一买了个一模一样的 那你穿上能舒服吗 那肯定不舒服呀 那不就得了啊 那你这个车子四个轮胎 三个是旧的一是新的 那你坐着还能舒服吗 不能舒服 那怎么办 坏心的 那不得了 大气 那你跟小冬走 好嘞嘛 我现在有点明天 明天 明天 小冬啊 阿姨最后再告诉你一句啊 永远不要沾男女人对立面 明白了吗 明白了阿姨 明白了阿姨 没问题了阿姨 还得说我妈呀 妈你坐 我还以为她看我呢 老板 忙着呢 怎么了 我想请个假 请假呀 对 小冬 你有房子了吗 没有啊 没有 咱公司的那些来得比你晚的同事 可都有房子了 你还没有房子 对了 你一个月往带胸卡里还不少钱了 努力吧 大家就好好加班啊 我先走了 等会儿老板 你干啥去啊 我下班的呀 哦 哦 下班的 走了 哎 小冬你不是请假的吗 哦 那我想清楚了 是我太懒散了 我要努力上进 好好赚钱 不错 想明白就行啊 等会儿老板 我让你走了吗 嗯 啊 等公司业务都拉成什么样了 你还提前下班啊 小冬你这个意思 你想当老板呀 少许许小脸 来来来来 过来来 你你你看看来 上月提的什么车 拿这个 一辆车而已 来 这是那个小孙儿 你问他 他家住啥 我都别说啊 哎呀什么呀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还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都穷成什么样呢 发个小妮二十三十的发 我拿什么买方 我买个锤子 我买啊 到底想怎么样呀 加班呀 老板 去 给客户打电话 赶紧干活 怎么一带危机意识都没有呢 我错了行吗 我错了大哥 错哪儿了 我不该刺激你呀 你明天就请假吧 你现在就行 我另一批 那不行 那我不上班 你养我啊 好呀我养你呀 妈 嫂子啊 嫂子来了 哎 嫂子呢 在机场呢 不是 你不是去接嫂子呢 对啊 哎呀我去了 嫂子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后备箱后座都塞满了 没办法 我只能把嫂子放那儿了 后备箱后座都满了 副驾呢 副驾有位置 就是啊 副驾你妹妹说了 副驾只能她做 不能让别的女人做 刘可爱 不是 那嫂子就没说点啥吗 她说了 但是我没搭理她 没搭理她 不说啥呀 你说过 在外面 我不能跟别的女人说话 我都记得 哈哈哈哈 不是 那怎么 那嫂子她在哪儿啊 我不知道啊 气死我了 你什么时候有 哎哎哎哎 但是嫂子刚刚给我打电话了 哎 说啥啊 我没接啊 为啥不接啊 因为我那会儿 给你妹打电话呢 给我打电话 就不能先挂了我的电话 然后接嫂子的电话 你分不清清重啊你 你说的 咱俩打电话 只能你先挂 不能先挂我 哈哈哈哈 那现在怎么办呀 小冬 麻烦你 跟我再去一趟 坐坐坐坐坐坐 好好好 哎等会儿啊 那个 哥 嗯 到点了不能去了 嗯 什么点啥意思啊 六点了 老板说六点之后 不让我出门 我该回家了 哈哈哈哈 你是不是情心的你啊 嗯 你又能看看不能看 我走去见没有 那行 那我不干了 哎 不是 你干嘛呀你啊 老板你说的 但凡咱俩有任何分歧 你都是对的 我都记得 哥你别拦着我今天啊 我就快揍上你 哎哎哎 你俩别打 我去接 我接行吗 我等着你 哥 你等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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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